很多人就说我在这里做不行的 因为这个地位我就觉得很大是potential 所以就继续去吧 基本上一炮而红 我入行的时候只有28岁 那时候可能是一个fresh thinking 我本身就自己没有酒店经验 所以带进来的可能是有些新的意识和体验 我们第一个project就是Rosa London 那间酒店是一个historical building 在伦敦其实只有一间是这样的 那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座阶 因为那个location不是made fair的 不是传统在伦敦会说是五星级酒店的地方 很多人就说你在这里做不行的 因为那个location不是最正中心 我就觉得很大是potential 我觉得那个building是一个可以为打卡的地方 所以就继续去吧 所以我装修了之后 基本上一炮而红 大概是八五元左右 现在是四百元 Rosa London 北京是最难忘的project 可以这么说 做了一整七八年的project 快要开业了 然后其实很多人都说 不行不行 Rosa London 那时候是没有人认的 整个亚洲第一家Rosa London 那些人就说 你有没有别人的loyalty program 别人有这样的网络 你是新的brand 没有人认你的 真的很害怕是不行的 想做一个有些人来住 然后就走那些 是要有些人想榴莲在那里 如果我是住在北京的话 我怎样才能让我去一间酒店吃东西 先做一张 一个restaurant 做了一个hotpot 但是一个是型的hotpot 那个一开就已经是 很出名的了 北京 我们Rosa的结果是Sense of Place Sense of Place 本身 你可以演绎的方法 是 我这样摆一幅画 是当地的文化 或者我的design 是当地的文化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 她的uniform 在香港 Rosa香港 我是找当地的designer 特意去design 他们的uniform 我希望 我的员工 穿那件衣服 他能够舒服 他去扑娃 他去出去 喝东西 他都会觉得 我想穿这个uniform 很多客人 开始问 你都在哪里买的 现在这件衣服 然后令到 本地的designer 就开始很多生意了 那你就带气了 本地的文化 不同的方法 因为全世界都不可以travel 我就在想 怎样可以 将这间酒店 变成一个度假的地方 我将整个Rosa香港 转载去做 一个urban resort 做了一个kids camp的calendar 那时候是 没有那间酒店做过的 那时候很受欢迎的 坦白说 现在做了妈妈之后 女性 真的都是挺厉害的 控制不同的压力 然后回到家 又要控制家 所以我觉得 Working Moms 是 是 值得告状的 是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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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